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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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迷好 欢迎又来到雷文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说说12月18日 沙田泥草混合赛事 今天是在星期六进行 星期六会不会这么容易爆懒呢 统计上是容易爆懒 明天也会有些乱局的情况 尤其是潘顿和希威森就不一样 潘顿停了赛 对联马斯的容仁方面会有些影响 上次潘顿赢完的怡昌勇士勇创派对 一落了何妖手上 跑到有目共睹 再加上19个骑士 有14个马上阵的场合 真的不太多调动的空间 说到雷文对上那次的玉城赛马 选了疑昌勇士 潘顿赢完变何妖 第五 然后勇创派对 潘顿赢完变何妖 好像又是第五 输四分三马位 另外会员版 亦可以中到四条片 中一条四重彩 中一条Q 另外那两场 就在何妖手上 到星期六的赛事 希望有些运气配合 说到今次第三场的玉城赛马系列 雷文就选哪一场赛事 我选了第六场 黎地 当日黎地你放还是黎追 已经是比较难估 但今天 雷文就选第六场 三班黎地千二米 就选一只马 和大家做玉城赛马系列 我选了韦达马房 这一只叫协晋神区 其实这一只协晋神区 来到香港都已经是第三季 但依然都交不到头马出来 但如果大家仔细看他的赛事 只要他跑黎地千二米 跑了这么多场 可以说全部都是进来的 唯一一场 雷文是很记得的 那一场跑过第八回来 韦达赛后访问 说是10万黎 这只马不想吃黎 全程跑来都不信 因为那一场我也有买 所以我也很留意赛后报告 另外呢 就跑黎地千二米 第三 第四 第二 第三 就是未得过四名以内 但确实是拿不到头马出来 上次去到舌欣的手上 初次绑你 初次带CPE 对着一群对手 他都冲得挺厉害的 那输给那一只叫新力宝 都是一些有班 智力同心 亦都是一些质身未曾见尽的马 同场对手有进王星 张登杰彩 激赏 这些都是在这里跑的 所以这一只协进神区 上次由舌欣骑 没断追了一段 我觉得今天都可以拿来 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一只协进神区 这一只协进神区 先看他上季曾经有一场 后追只不过输一条颈 我觉得那一只不过输运气 就输给那一只 现在都上到二班的文明之星 激赏 青森星 张登杰彩 加州 凯哥 看看他这一场 不幸地输了这么短的距离 其实这一只马 1200到1600的途程 他的适应性都挺好的 但以准程度来说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他也是跑1200米 那个泥地的1200米 除了那一场濕泥地 就是泥头打过来的马 抗距 他是长长都跑得好的 守着位追也可以 留着后追也可以 总之你们的步速如果快 就适合他跑了 先看这一场 他在较后的情况追上来 当时这只是不是合冲共制 留在这里跑 旁边那只应该是激赏 当时还是伟达的徒弟仔 周俊落 当时还是伟达的徒弟仔 周俊落 这里扔在外面 距离前面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前面那只文明之星 都是泥地很好的马 他在这里一踩踩上来 那段加速力都不简单 里面那只激赏都是高分下来的马 输了给那只文明之星 叫做后追不及 输了一条颈位 去到这一场马 跑完之后 然后就遇到一场濕泥地 就抹掉了 不如看看上次这一只马 就用到 薛恩 对着一些同场的对手 输给新力宝 其实他已经比起之前那一场 就是刚才看那一场 是咬住位置 咬得比较前些 因为是莫雷拉 因为是薛恩停赛 找到莫雷拉来 骑这一只协尽神区 这只协尽神区 薛恩赌了几步 不过前面那些 晋王星 印水子 新力宝 都是一些几快的马 他现在咬住这个位置 智力同心 那薛恩就退下来 这一只张登杰彩 一会儿和他也有碰撞 今天也同场 一会儿 那一会儿 那一只张登杰彩 在一只协尽神区 后面撞了两个 那一只新力宝 跑完两场谷草 今次一落尼泥地 就赢了马 其实这只马 在二班 我连文也说过 他 那只叫做凡哥仪 凡哥仪 帖木仪 我忘记了 封烟四起 人者全心 那四只马 双双弹 其他对手 其实这一只 就是其中一只 跑第四 我记得那一场 这一只 就是协尽神区 现在薛恩守住位 撞到那只 张登杰彩 现在激赏后面 又拉出来 薛恩 就倒下头 起势冲 张登杰彩 其实也骑得很尴尬 这一只协尽神区 这一只 再抽起 江城又杀上来 徒弟仔的新力宝 就在前面杀 里面那只 张登杰彩 骑到这里 也有点尴尬 都不是骑得很狠 看多一次 参少少 就徒弟 答师傅 周俊乐同学 说原来这场马 赛后 说苏伟贤 打咪 说很久之前 就已经 订阅了周俊乐 又说 送份礼物 给马主 即是有部署 另外 阿摩也 又回到来 有时 如果他不知 赢得赢得 怎会乘搭飞机 那张机票 你给 那张机票 找一下 涉恩 去贴一条 有时 替马场花生 也有些鬼故 听听 一早就订阅了 周俊乐 很难订阅 苏苏伟贤 就订阅了 那师傅这只 找涉恩 都骑得很认真 那这只 阿摩 赢完之后 不知道是否在市坑 逃出来 第一至第八场 都看不到阿摩 赢了这场 就看到了 搭飞机回来 为了拉这场头马 就送一份礼物 给马主 有什么结婚周年 人家多有部署 那你又怎么好意思 骑得这么好呢 尊敬杰彩 如果不是那只 智力同心 这条Q 我吃到 真是 跑马 一场还一场 我又不是算这些 上次这一只 协进神区 都跑得好的 再加上 这场马 我自己觉得 都有一些快马 在那里 以它又守得 又追得 应该找到 莫雷拉 都有一些斗志 不是拿来玩人 上次一绑你 都已经差点 跟徒弟仔 痴条Q 既然是 浴城赛马系列 三季都未交代的 协进神区 应该都有一些斗志 想交代 希望 伟达 搭着莫雷拉 这个组合 希望他有一些斗志 想想想 为这一只 协进神区 争取最佳的名次 各位未订阅 内门频道的朋友 可以免费订阅 内门频道 可以加入小弟 YouTube会员 月费计划 今晚会有 会员版的内门事前Live 新会员朋友 多谢你们来参加 旧朋友 当然多谢 旧会员 进去内门频道 大约9点 即是YouTube内门频道 大约9点 我会放一个直播连结 就会在社群那里 旧朋友 每个人都知道 新朋友 自己手动进来 如果YouTube没有通知 希望各位赢多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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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